大陸北京的警方今天凌晨宣布 順義公安分局近日調查一宗散佈他人私隱案件 36歲姓符的男子涉嫌於12月11日 利用他在順義區某醫院工作的身份 出於炫耀的目的 將一名病人的病歷影相再發佈至微信群組 導致信息散佈造成惡劣社會影響 而目前順義公安分局已將他依法行政拘留 人稱最美周紫若的演員周海薇 在今月11日逝世 中年57歲 周海薇的工作室在12日發布告證實周海薇的離世消息 而在同一晚 網上就封傳周海薇的搶救病歷 包括周海薇到醫院時已全身僵硬 出現撕斑等情況 引起網民憤怒 批評泄漏病患私隱 北京市順義區衛健委在13日回覆傳媒事址 正介入調查事件 而攝氏的醫院證實 這份病歷屬周海薇 現證調查洩漏的源頭 而目前攝氏的員工已被暫停執業 醫院正待警方進一步調查結果